美国2016年就开始研发了DCS特战潜艇 总算是具备初始作战能力了 之后会是海豹突击队专用 执行水下渗透作战 堪称挖人神器 那么DCS与美国当前的MK-8 MK-11相比有什么区别 美国海军水下作战体系又是什么呢 2016年洛马与前航合作 研发了一款新型潜艇 也就是DCS干式作战潜水器 隶属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 预计吨位30吨左右 作战目的呢 就是将海豹突击队这种特种部队 从水下运送到作战区域 当然这个作战理念不算新有 说白了就是个挖人运载器 不过洛马研制的这个DCS 是一种干式作战潜水器 与美军当前现役的水下运输艇 SDV相比还是稍微有点区别的 按照洛马的说法 DCS在拥有更强续航的同时 也能在更深的水域执行任务 具体的区别就是干式与湿式 美国的MK-8 MK-11都是湿式设计 潜水器采用非水密性设计 海水可以进入舱体内 在水下航行的过程中 作战员需要船潜水服 通过供养设备呼吸 如果投送距离较远 或者在寒冷水域中 执行任务的话 会影响特战队员的体力与精力 室温和减压症都会增加生命危险 也会降低部队登陆后的任务执行效率 但干式就不一样了 顾名思义 舱内没水 干式作战潜水器 在船舱内部保持了一个大气压的干燥环境 直到行动前再开始着装 潜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特战队员的体力 DCS干式作战潜水器 呈12米高2.4米 海水量30吨 续航里程接近100公里 最大下潜深度100米 水下平均行驶速度5节 续航时间24个小时 除了两名驾驶员 DCS一次可以投送8名特战队员 或者一吨物资 可以装入标准集装箱使用的C17运输机托运 暂时无法由核潜艇投放和回收 不过其升级型将与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适配 性能看着挺简单的 但价格很贵 洛马首批研制三艘 每艘价格1.66亿美元 已经能买两架F35了 而且研制难度也挺高的 美军在20世纪90年代 就开始研制干世作战潜水器了 当时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 授权诺格公司研发新一代水下运输装备 名字叫先进海豹运输系统 性能也不错 但就是没列装 ASDS的尺寸比SDV大了一倍 排水量仅60吨 单次可运送16名特战队员 舱内配备的供养与空调设计 舒适度较高 挺上导航 声纳和通信等保障系统 以应俱全 但是一直有噪音过大 动力不足 以及其他各种问题无法解决 加上预算严重超标 ASDS项目在2009年就被砍了 一直到美军将战略转为大国竞争 考虑到西太平洋会出现大量的水下渗透任务 才重新提出DCS 这就有一个问题 DCS具体能完成什么任务呢 简单来说 就是偷袭 按照海豹突击队之前的说法 任务从反恐转移到大国竞争之后 特战队员可以乘坐DCS 从潜艇或者海上平台出发 渗透到别国基地 炸陈战舰或者突袭港口 就战术层面来说 这完全没问题的 之前的反恐作战 美军可以依赖空中力量和精确指导武器 对目标发动攻击 也可以通过海军封锁敌方的海岸线 但是大国竞争的时候 大家的战地都大差不差 靠的就是七席 按照美国海军少将的说法 可以采取全新的作战思路 让海豹突击队的作战模式转型 针对敌方采取非常规的渗透作战 而水下特种作战 就是利用特种作战兵力 从水下渗透对敌停泊舰船 水下设施 港口基地等沿海路上目标 作战模式相对隐蔽 能够以小博大 很多中小型国家 都是将其当作重要的非对称手段 实战效果也不错 而且就当前的海战环境而言 水下潜艇绝对是王者 特别是那种小型潜艇 看不见摸不着 堪称居家旅游 杀人灭口的必备神器 就比如普通的潜艇 可以直接袭击地方港口 一般情况下 军事港口和民用港口 都有水雷 反前往封锁水道 还有飞机与巡逻艇进行严密搜索 但防御这东西 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行 防空系统都不敢表示百分百拦截 更别说探测更难的水下 偷偷摸摸来上一炮 刺激的不能再刺激了 当然本期视频的重点 还是蛙人作战 潜艇外侧 携带蛙人突击艇 执行渗透任务 这种实战记录很多 比如日本的甲标地潜艇 而且DCS这种小型潜艇 在突破敌方港口防御时 优势更大 概念有点像空中无人机机群 作用也跟无人机差不多 像DCS这种蛙人艇 常规操作就是攻击海岸 还可以直接运输特种兵和间谍 前往敌方陆地实施特种作战 或者进行隐蔽的补给 而且这种小型特战潜艇 隐蔽性比较强 搜集情报更安全 可以在战时潜入敌方领海 监视敌方的船只和军事设施 帮助指挥官制定战略和战术 再过分一点 还能进行海上封锁和打击 阻止敌方船只的运输和补给 像美国海军最新的MK11潜水战斗潜航器 就装了6个127毫米袖针鱼雷发射管 总计12枚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出品的黑蝎电动鱼雷 当然这种小型鱼雷的威力一般 黑蝎鱼雷长1.1米重11公斤 推测最大射程2000米左右 很明显这种射程极近 航速极低的袖针反潜鱼雷用于反舰时 只能打击处于停泊和低速状态的小型船只 但总归聊生于无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挖人艇很好用 但并不是没有缺点 比如航程短 航速低 任务模块少等等 因为体积和能源系统的限制 挖人水下特种作战平台的作战半径不大 所以需要有潜艇 水面舰船 飞机等远程平台投送 才能发挥作用 所以各国研发挖人艇的时候 一般都会考虑投送的问题 就比如MK8 可以从潜艇干甲板 隐蔽舱水下释放与回收 水面舰艇吊放 飞机空投等三种远程投送模式 DCS这种干式挖人运输艇 也是考虑有潜艇干甲板隐蔽舱投送 以及潜艇直接背负式投送 水面舰艇投放 以及其他投送方式 至于小型的挖人运载器 投送方式那就更多了 大小跟一个摩托车一样 什么潜艇 鱼雷管 干甲板隐蔽舱 飞机等等 只要大家能想到的设备都能带 可以跟着海空兵力跑遍全球 如果直接用潜艇投送小型挖人运载器 那么潜艇需要在很近的距离 才能对其进行投送 很可能会被敌方发现 总感觉不如来一发导弹实在 其次 横速问题 目前世界主流的小型挖人运载器 巡航速度三节左右 挖人运输艇的最大速度八到十节 巡航速度六节左右 说真的 这个速度有点不够看了 时速十公里左右 火力军骑自行车都不止这个速度了 必须要增加航速 机动性强也意味着 挖人可以更快地抵达预定海域 减少运输时间和暴露几率 以及在紧急情况下摆脱敌威胁 这点干涉挖人艇更有前途 对于湿式结构的挖人运输平台来说 挖人无法承受过快的速度 而干涉只考虑结构与发动机 最后就是任务的问题 上面说的挖人艇发射鱼雷 可不是说说而已 就当前的情况来看 之后挖人艇的任务 肯定会越来越多 不再是之前简简单单的 运送特战人员实施渗透作战 就比如美国的HyperSub艇 具备水下救援和兼顾水雷战的能力 美国正在研发的PROTFUS 则是一种双模式水下平台 既可以作为湿式挖人运送艇 又可以作为水下无人航行器 携带装备物资或小星雨雷等各种物器 意大利的CE2F-X100T型SDV平台 除了运送挖人之外 还能携带五枚微型鱼雷 用于实施水下特种攻击 可以说之后的挖人艇任务多多 用途也比现在更大了 也正是如此 军事实力排得上号的国家 基本上都会研究挖人艇 就比如美国 为了容纳特种部队 吉米卡特号核潜艇比海狼号加长了30米 弗吉尼亚籍也大量使用特种部队挖人艇 除了DCS 美国最新的应该是MK11潜水战斗潜航器 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 就已经用MK11挖人运载器 取代了MK8 这可以低解为 美军特种部队从反恐治安战 重定位到大国竞争的战略转型的一部分 MK11的性能也不错 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 配备了12枚黑鞋电动鱼雷 可以像甲镖的袖真潜艇一样 执行潜入港区和毛底的反舰作战 投送方式也很多 弗吉尼亚籍 哥伦比亚籍和舰艇上的干甲版隐蔽舱 以及水面舰艇都可以部署 这也是为什么火力军会说 这种小型的作战潜艇 有点像无人机 干甲版隐蔽舱 除了搭载MK11 还可以部署干式战斗潜艇 大排量无人水下航行器 或者无人水下航行器等等 弗吉尼亚籍和潜艇 也可以像操控无人潜航器一样 远程控制MK11 其主要作用就是袭击 敌方沿海的雷达站 或者防空反舰导弹阵地 也能在航道上布设水雷进行封锁 或者是直接水下爆破作业 和发动鱼雷反舰攻击 充当航母战斗群的侦察耳目 领导航空兵和巡航导弹 进行超时巨打击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 水下作战除了八人艇 潜艇 无人潜航器也是一点 在美军当前的水下作战体系里 无人潜航器的地位可不低 进入21世纪以后 美国海军根据国家战略的变化 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新型作战概念 1997年强调信息共享 增强态势感知的网络中心战 2010年提出空海协同一体作战的 空海一体战 2015年提出分布式杀伤概念 2017年 美海军将分布式作战 正式确定为海军部队总体作战概念 根据美之库发布的水下战的新时代报告 将水下战定义为利用潜艇和其他设下系统 从水下发起的进攻性或防御军事行动 具体包括反水面舰艇战 潜艇战和反潜战 布雷战和反水雷战 海床战以及反无人潜航器战和电磁机动战等等 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反潜 反水雷 反水面舰艇 大家都知道 但是反无人潜航器战和电磁机动战就比较新勇了 那么这两种作战需求是怎么回事呢 在美国未来水下作战中 海军是以核潜艇部队为主战力量 然后依靠数据管理 人工智能 以及水下主导航通信等技术 在海底部署大型无人潜航器和水下辅助站 小型的无人潜航器充当节点 打造海底侦察网 再通过与其他作战平台实施交互作战信息 增加各单位的协同作战能力 说白了 就是把空战的那一套复制到海军这边 无人潜航器的作用就跟无人机一样 在火力军看来 反无人潜航器战和电磁机动战 本质上就是反无人机与电磁战 只是模式有些不一样 总的来说 按照现代技术的发展路线 潜艇未来执行渗透作战的手段也会越来越多 在发现及摧毁的大背景下 一次成功的渗透 就有可能导致一次成功的导弹袭击 造成大规模的破坏 而且按照美国的水架作战体系来看 渗透打击也不一定非要局限于有人潜艇 无人潜航器也很不错呀 作用可以参考无人机 不仅能够对敌方基地进行侦查 还可以使用内置的武器舱 直接对敌方造成破坏 威胁程度不亚于挖人艇 而且还不用担心牺牲的问题 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多 比如网鱼 曼塔 金枪鱼 骨鲸等等 据有关资料显示 到2025年 美国无人潜航器的数量可能达到2000套左右 这里就不足够多的介绍了 里面的内容还挺多的 如果各位感兴趣 火力军可以专门再开一期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像DCS这样的干事法人艇 还能起到什么作用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